德國智商專欄作家埃格特 於週一撰文稱 面對日益強硬的中共政權 立陶宛願意放棄物質利益 守護理念與價值觀 實為歐洲樹立了一個罕見榜樣 美國佛州聯邦參議員羅比歐 週一致信給職業棒球大聯盟說 對比MLB在中國人權問題上的置若網文 他們將全明星賽 從喬治亞州撤出的行為 是虛偽的 這只是一場不損害其經濟利益下的 廉價鬥德表態 現年68歲掌權20多年的俄羅斯總統普丁 5號簽署新法 真可讓他在競選兩個6年任期 為他掌權到2036年坡路 另一方面近來 俄方把大量坦克、裝甲車及其他軍備 調集到烏克蘭東部邊境 及2014年吞併的克里米亞 邊界衝突一觸即發 美國國務院及英國首相強生 都表達關切 美國更所準備介入相關情勢 熱帶期權塞洛亞連日來在印尼東南部 和東地位降下暴雨 引發洪水和土石流 據報導兩國災情至今 奏城至少 共160人死亡 數十人失蹤 數千人被迫逃離家園來避難 台灣外交部已向印尼表達慰問 並指出印尼政府若有需要 台灣願意提供協助 新唐人的電視整理報導 次宵 都由我來說 總結為了 小伙 hardly 自衛 絮